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征程中 编撰民法典 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 结合多年来 国家在特别行政区制度构建和发展方面的实践 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有多种可用方式 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作出决定制定法律 修改法律 解释法律 将有关全国性法律 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和中央人民政府发出指令等 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经认真研究 并与有关方面沟通后 提出了采取决定加立法的方式 分两步予以推进 第一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 作出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 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特别行政区具体情况制定相关法律 并决定将相关法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 2020年5月18日 十三届全国人民大常委会 18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报告 会议议认为 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后决定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 二 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新形式下 从国家层列建立健全 将往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工作的总体要求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把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制权 和保证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 加强维护国家安全制度建设和执法工作 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 不动摇 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 不走样 贯彻上述总体要求 必须遵循和把握好以下基本原则 一是坚决维护国家安全 二是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三是坚持依法治港 四是坚决反对外来干涉 五是切实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权益 客观要求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适宜反击机制 中央人民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 中央人民政府参加 未经济人员